台湾疫情越来越趋缓就是因为大家打疫苗又戴口罩 台中水武生意就推出了COVID-19疫苗卡造型口罩 希望可以造成一股流行 现在的口罩不仅可以防疫 而且已经变成生活的必需品 也是居家外出的好伙伴 也就是因为台湾民众有佩戴口罩的好习惯 台湾的疫情才会一下子就受到了控制 成为全球的典范 台中市水武生意最近就独家推出了COVID-19 疫苗卡造型口罩 并且请来了两名网美担任代言人 希望让戴疫苗卡口罩变成一种流行时尚 现在是防疫期间 那除了遵循政府所规定的防疫规范之外 打疫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有创意的口罩 可以鼓励我们的民众 踊跃的去施打疫苗 然后达成以佩戴以施打的双种效果 水武生意总经理彭泽松表示 水武生意所生产的各种客制化口罩 完全符合台湾CNS14774医疗口罩的严格标准 因为有高品质、高创意跟独特性 包括保时捷、BMW、南山人寿等各大知名企业 也都向水武生意定制企业形象口罩 让消费者在佩戴口罩的同时 也可以展现个人气质跟风格 我们水武生意做非常自律在于客制化专业性的上面 那我们有做了非常多类似政府机关小学或是大的品牌 例如是BMW、Poosh、Polar Choice 然后像热贴或是很多针线这些 都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品牌 台湾口罩业者拥有先进的工艺品质跟制造水准 水武生意也希望跟口罩同业一起合作共同努力 让MIT台湾口罩走进全球市场 让全世界发现台湾口罩原来是这么的美、这么的棒 记者李嘉金、罗亚文台中报导 好,好,好,好